他们希望被女儿涂鸦的客厅能够旧冒幻新颜 这个房子能增加一些色彩感 让家里感觉更温暖一些 他们想让平淡无奇的空间能有彻底的改变 把我们自己的小家改造的非常的美丽 有特色也有亮点 两个急需改造的客厅 两位有创意的设计师 便宜材料打造震撼空间 我希望自己的设计更能体现人文关怀的一面 不一样的色彩体验 这个红色还是用得很大胆 让人意想不到的装饰艺术 挺好玩的 这是干什么呢 纺线吗 48小时空间大变连 精彩连连 给你好看 交换空间 交换精彩 大家好 这里是交换空间 我是王小千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 还是在深圳来进行拍摄 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个家庭 是很有缘分的两个家庭 他们两家的小孩啊 是同班同学 而且他们两家住得很近 只隔一条小街道 就是相邻的两个小区 那么他们参加交换空间的目的呢 也是一样的 希望通过这次改造 能够让自己的家居环境 比较有个性 比较亮眼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认识 参加节目的第一个家庭 还有给他们家进行改造的设计师 杜勇和杨梅都是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深圳 他们在同一家公司相遇相识 多才多艺的杜勇 用一幅素描 俘获了杨梅的芳心 于是两个人喜结连理 过起了平凡而又幸福的生活 如今他们的孩子已经小学三年级了 一家三口期许他们 着急相处的生活空间 能有更高品质的提升 我们小家是2009年装修的 当时的话主要以实现功能为主 现在看的话是缺乏美感和设计感 经常在交换空间节目 看到很多的优秀的设计师 把很多的空间改造得美了美奂 非常的漂亮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改造 把我们自己的小家改造得非常的美丽 有特色也有亮点 负责杜勇一家客厅改造的 是拥有众多跨界经历的设计师周瑞宏 设计师周瑞宏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十年时装设计 五年家居饰品研发 三年软装设计 种种跨界经历 造就了周瑞宏不一样的审美世界 她可以把当季最流行的服装潮流 融合到家装设计中 也会利用有故事的陈设 让空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 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感受 会带来不一样的设计灵感 我的每一个家居设计 都尽可能贴近生活 在兼顾实用功能的基础上 在进行艺术化创作 我希望自己的设计 更能体现人文关怀的一面 接到任务的周瑞宏 第一时间探访了杜勇家 嗨 你好 你好 我是实际师周瑞宏 欢迎 欢迎 这次装修改造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我们原来一家里面装修 没有什么设计的风格 然后我个人比较倾向于 那种田园风格 看起来也比较温馨 然后也比较赖看型的 风格上面的想法有了 你们功能上有什么需求吗 现在我们的小儿房呢 因为空间比较小 所以目前小儿做作用呢 都是在餐桌上面做 那么希望在巧妙利用一下 客厅的空间 然后给小儿一个做作用的地方 那我们将非常感谢 今天我们要改造的第二个家庭 就比较有难度了 这个难度体现在什么上呢 他们家的客厅和餐厅加在一起啊 有五十多平方米 这五十多平方米 要用两万块的加装基金 给它改造完 还得改造的精彩 这确实很有难度 那么这个难题呢 我们就交给了设计师陈子俊 让他来完成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 这个参加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家庭 以及设计师陈子俊 她是爱好永春 努力上进的湖南汉子 大家好 我是胡坤 她是性格文静 踏实肯干的陕西妹子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郑左卫有缘千里来相会 两个人在深圳相遇 胡坤幽默的个性 和积极向上的干劲 打动了郑文婷 夫妻俩白手起家 把根扎在了深圳 我们从结婚到生孩子 一直都是忙忙碌路的 长期是租房子住 直到2009年 才买下了这套房子 是的 因为当时条件不允许 然后就简单装修了一下 现在看起来呢 就跟白开水一样大而无味 所以特别想改变 设计师 放手干吧 负责胡坤一家装修的 是倡导粗料金座的设计师 陈子俊 喜欢收藏 喜欢游泳和海调 生活中的陈子俊 是个非常有情趣的人 对于设计 他始终严谨认真 不断探索 从事设计工作20多年 他逐笔设计过很多大型项目 也获得过很多设计奖项 最近他提出粗料金座的设计思路 渴望帮助更多人 实现美好家居的愿望 敲料金座的设计概念 是源于广东顺德菜的 攀刃精髓 他们用一些很普通 很简单的材料 也能做出秘密佳肴 运用到实在世界里面 我们也可以 用一些很普通 很便宜的材料 通过一些配搭手法 来表演出来 做一个打动人的空间 接到任务 设计师陈子俊 马上来到胡坤家 了解情况 我看到你家里有个功夫装 谁能功夫 我的 很厉害 对 是我先生 然后他是一个功夫迷 打运通拳已经快四年了 很厉害 可以示范一下给我看吗 其实打的套路很少 试一下吧 很厉害 真的很好看 但是你们家的装修 强身比较简单 还有很多蛇孩子的头鸭 这些都是我们家小孩 我从小发的 现在到处在一起把它的 所以我就想借这机会 看怎么把我们把它重新粉出来一下 是挺白色的 然后有一些色彩感 让我们家变得更温暖一些 好 没问题 交给我吧 要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交换空间 那么在我们的48小时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要特别的感谢 有家有爱有欧派 欧派家居集团为我们提供的 两万元的家装基金 另外呢 我们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 各价值一万元的家电基金 好啦 各位 真正的48小时装修就要开始了 加油啊 来 48小时倒计时 开始 我们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摇一摇 参与互动 您家装好礼 感谢本栏目新媒体互动合作伙伴雨红防水的大力支持 蓝队这次搜接的任务是购买装饰画 各式各样的创意作品 让两位选手大开眼界 那这画是长的 这怎么图起来的 这画呢是一个江南水乡油画的形式画出来的 然后呢我们做的技术处理就是用一些线啊 然后粘的 修上去的时候 对 然后这柳树发心芽 很逼真 很有立体效果 对 是的 然后这幅画你们看啊 你看那上面有个木雕 它是呢从老的屋檐上取下来的 然后呢我们的后背呢 就用了一些油画的形式把它画出一些抽象的 成的这种就是很有收藏价值 有一些古老特点的这种画 这幅画也挺有特色的 是杯子做的吗 对 这个是杯子看得出来 普通的杯子大家都在用喝茶 但是我们设计来讲呢 就会把这普通的东西用的不普通 我们会加一点色彩 把它做成装饰画 哎 你们看这样的画以前 你们见过吗 我是觉得这个脸谱 是我们中国京剧的那种脸谱 但是下面像婚纱一样 远处看近处看 有没有像仙女 真的下翻来 对 我感觉就像画里面走慢慢走出来 很逼真啊 现在一般的家庭也不单单的是挂衣服 什么鱼月龙们那种纸张的 更多的是有装饰作用的装饰画 面对琳琅满目的装饰画 蓝队的选择究竟是什么 我们拭目以 此时红队已经开始给墙面换新装了 设计师将原来白色的墙面 变成了米黄和大红的新组合 黄色代表了清火 沉温 温馨 红色就代表了激情 乌温带气 我又用黄色跟红色形成一个对话 重受这个空间加的气质 不过对于红色的运用 两位选手的心里可有点犯嘀咕 这种租房是很难的看到在装修当中运用 所以想问一下设计师你的考虑是 第一个考虑就是当我进来这个房子的时候 那个客厅跟餐厅是蛮带的 它两边都有一个带枪 所以采光挺满的 它原来是刷白的嘛 就是眼睛很不舒服 哦 比较四眼 比较七眼 还有就是整个空间就有点漂亮 那个感觉不太好 所以我这次用的也是比较浅一点 用一个带红色跟那个黄色 把它那个空间压住 除了压住光线 那么还有别的考虑吗 我一开始认识那个烟族的时候 就知道它比较外向 还有它是练武的嘛 哦 练武的 所以我就用一个红色来 代表它的高兴 我觉得这个红色还是用的很大的 蓝队他们能不能接受 我还是很担心 这种色彩组合究竟能否被接受 收房时我们见分晓 再看蓝队 设计师把电视墙改造成了 即展示和储物于一身的多功能空间 当时设计这个毕竟墙的时候 我就考虑了一点 因为就很大一个空调在这 然后因为这个影墙特别小 我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想说 它是用这种滑的门 用的时候就把它拉开 不用的时候就关上 那么这些有的没门 有的有门 没门的呢就放一些书啊 饰品啊 做陈设 我看那上面是那个 这是树叶吗 对 其实这是一个四叶草 发现没有 一二三四 四叶草 三叶草咱们普遍的大家都能见到 但是四叶草呢 又俗称叫幸运草 其中一叶呢就是代表健康 刚好呢 他们家有老人 就把健康送给老人 还有一叶呢就代表容易 是送给他们家爱运动 喜欢锻炼的儿子 还有一叶代表财富 是送给他们家男主人的 一叶呢是幸福 送给那个女主人 希望她每天都有幸福的笑容 洋育在脸上 而红队这次搜接的地点 却让两位选手 有些摸不着头脑 咦 这个不是我们做 那个窗年的故意吗 对啊 这窗年的故意跟咱们的话 有关系吗 有啊 可以我过来给你看一下 嗨 您好您好 下次拜托你给我留一些 那些布的睡觉在吧 有的有的 等一下 麻烦你拿给我 这些你们看一下 对对对 这是那些的 好像就是我们平常那种 睡布还有睡皮 这是没用的嘛 这是一般签领公司 都会把它挥掉 现在呢我就叫他们留下来 给我 好 可以做一份画 这个皮子帮起来手感很好 对 而且也有光泽也有纹螺 对啊 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皮革切了一小片一小片 好像鱼鳞一样 这个确实很像鱼鳞片啊 对对对 还要做出来这个 这个一体感啊 一体感很好 比外边买的不为不为差 我们这次的话就是用这种材质来做 对 其实我们其中一个设计概念就是抽流进柱 它就是发很小的钱 或者不用发钱 能做出一个很好的很出产的一个东西 就是废物利用 对我们家庭主妇来说 少花钱多半是是我们最喜欢的 我也很期待这次有出色的作品 好 我们一起加油吧 好 加油 蓝队这边干的是热火朝天 挺玩的 这是干什么的 好羡慕 你们俩是不是觉得这个很新鲜啊 做点啥就知道是吧 对 没有概念 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装饰画 设计师决定现场制作一幅 充满祝福寓意的装饰画 看我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画面是打印出来的 要把这个用擦 擦上去 对 这什么胶啊 但是它干了以后就馅的就在上面了 它胶就体现不出来 干了以后那种标本 就直接成那种做出形状的标的样子 我第一次接到用这种馅来做画的 这是很用心的一个小心思在这 我们不说了嘛 四叶草是我们送给它浓浓的祝福 希望我们用心 用我们自己的手 一点一点的把它做出来 用丝线制作的装饰画究竟怎么样 谜底稍后揭晓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红队这边的进度 餐天的家具都到齐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感觉挺好的 现在空间感也很十足 也很充实很饱满 原来的空间 那么大家就放一个冰箱 一个餐台 显得很空洞 现在呢就层次丰闻很多了 就错落有字 特意的家里有一个吧台 这个吧台呢就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吸厨的功能 你冰箱打开的时候 拿东西出来有地方放 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孩子可以在这里做功夫 就是慢慢在中厨里面煮菜的时候 也能看得见 有一个互动的沟通 哎呀这么大个吧台 我觉得包个饺子 是吧 这个宽敞多了 比厨房 那我觉得也可以喝个小酒 是 对 这就非常浪漫 对 还有就是这个吧台呢 可以加入一些柜子 可以放豆叉啊 碗啊那些东西也可以 好 另外呢后面呢腿衣亚家里有一个很贵 这边是很多储物的功能 什么东西也可以放 真的这么多储物空间 够日子的时候真有用 对 没错 对 我这边还看到一个亮点了 就是窗帘 发现这个窗帘很有特色 跟我们的这个窗边框的色泽比较接近 然后而且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空间呢是虽有很多细节去打造出来的 好原来呢那个枪框是一个木头的枪框 就显得很简陋 好我都特意加入这个木头的白云脸 颜色呢就很卸调 很搭配 好还有呢那个光线呢就是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光影 有不同的氛围 设计师考虑了很多细节 像咱们喝茶 有咱们的窗台 吃饭这边 有餐桌 又有这个吧台 然后小孩又能考虑到小孩做作业的地方 真的是很不错 要我们家的话 也能考虑到这些细节 那就好了 看一下我这个创意怎么样 你们看看这个创意怎么样 这个是四个草的相框 对 幸运草 他们怎么把这个照片给挂进去 不知道吧 沾的吗 应该是螺丝吧 我告诉你们 这个是 这四个锡铁石放里面 这是石铁啊 对 石铁 那很好更换这样的话 对啊 它可以更新一些照片啊 对 那很方便 对 这个幸运草里面有他们全家福 这挺有意义吧 我这个创意还可以 我们再看看这个餐厅背景墙 这也有四叶草对吧 这个绿色的这个空隙的地方呢 我们想用这个四叶草做成相片 哦 就把这个东西装上 试试 这样的意思 我来给你演示一个啊 看 很容易放进去了吧 你们试试 哎 你这个小的应该是在我的旁边 哦 没错 这不是简单的那个画画 但是呢 它又有美观的效果 然后又是一个形象墙 是不是感觉就像你看 他们的家里的这种和墨 辛苦就像从天来这样的 对 对 说得真好 然后我希望我这个精心设计的背景墙 业主能喜欢 再看红队 体现设计师粗料精座设计理念的装饰画 让人眼前一亮 对 它们都是我的团队 哦 这个很震撼哦 对 好漂亮 哎呀 我觉得这个好漂亮 这是怎么做的啊 全是钉子啊 对 首先我们缴一个山水袜 就是要那个衣紧 之后我们就把那个钉子 跟回那个山钉出来 一个一个 根据它的线条来进行描述 对 对 对 还有最后就是我们把那个律师 就在那个钉子刷一下 刷一次一次 这确实很辛苦 这得多少钉子啊 都两千多过了 对 应该不少 这封画确实花了 所以是不少的经验 对 我们那道红色的墙啊 挂了一封绿色的网啊 就是那个疫情就出来了 感觉就出来了 哦 很有立体感啊 是 这个凹出面 就是挺自然的 对 那你的另外两幅 另外两幅 就是之前呢 我们在那个千里公司 就是把这些碎料扫下来嘛 啊 就切到一个半年半年起 把它钉起来做一个秋香哇 啊 感觉好像这个在冻的感觉 对 就是好像一个水啊 哇塞鱼鳞的感觉 让我想到飘动的珊瑚 对对对对 这个刮墙墙下面 但你一打下去 这个凹出感觉出来了 很有立体感 这原型的画框 跟咱们原型的参数刚好搭 然后这两幅画呢 跟我们的沙发的话 颜色又很匹配 我觉得这还真的是画龙点睛之比 在蓝队打造的空间中 绿色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充满绿色元素的背景墙 绿色的隔板 就连灯上的装饰珠也被喷成了绿色 过来打拼的人 都是喜欢深圳这个四季如春的季节 满眼的绿色 所以像我们北方人 到了深圳也特别喜欢 就不爱走了 然后留下来一起奋斗 然后组成自己的家 我们的主题叫什么 幸福的颜色 其实绿色就代表幸福 因为它传递和平 有关爱 我们希望用这个绿色的 幸福的颜色 能够给到他们一些祝福 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 整个人都是处于一种 春意盎然 而生机勃勃的家庭当中 非常有活力 虽然我感谢 如果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来 然后看这个绿色 也好感觉整个一天的疲惫都 晃下来了 对 会非常的轻松这样子感觉 大家好 我是深圳设计师 盛施敏 一个好的设计 它首先是要自然 如果从住宅的角度来说 它更多的是实用性 和定制的这种私有性 很重要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房子是谁住 这个业主 它是一个香港人 他不是长期居住在这里 所以他对这个房子的空间 他需要一种很放松 很休闲 很舒适的感觉 然后我们选题 是选择了一个现代 偏东南亚风格的这么一个主题 作为装修的一个风格 硬装是以现代时尚的 简约的这种感觉来做 我们在天花的处理上面 它就需要一个比较更简洁 更凸显这个空间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处理 像我们的客厅的 这个中间客厅这个区域 我们是基本上没有掉顶 像我们地面选择 整个客厅是选择是代理师来做的 代理师呢 我们通过两个颜色来进行一个区分 这样呢 我们厅跟这个餐厅之间就有一个区别 客厅的这个区域呢 像中间这个背景墙的电视机 我们是做了一个镶嵌式处理 镶嵌式凹进去的部位呢 是用的是木做底 然后做了一个木边 然后它跟这个石材的这种灰色的石材呢 就形成一个这种冷暖的对比 然后又起到了一个这种气氛的 这种温馨度的不同 就整体来说如果用石材太多 它会显得很冷 然后显得会缺乏那种原素色彩感 然后那种休闲的感觉也不够 所以我们这里面呢就有一些这种木设 包括我们的木设家具 像我们这里面的一些木设家具呢 是选择是金丝栏 通过我们的设计俗法做一些改造 我们这里面的一些像客厅的家具 包括休闲区餐厅的一些家具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设计的一些改造 跟空间的融合 另外我们都是基本上是属于这种原创的 私人定制型的 然后我们的餐桌呢 是用了一个木跟玻璃跟马赛克的结合 马赛克是镶嵌在那个木的那个支架上面 然后玻璃是做的一个台面 很现代简约的感觉 在卧室的这个设计角度来说呢 我们是延续了这个整个客厅 跟公共区域的一些设计风格 然后卧室选择了一个这种 比较有代表性的东南亚的这样的木架床 木架床呢它可以像我们现在扎上了那个砂曼 然后整个卧室的这个处理呢 是以卵妆为主 然后摆设了一些这个 像非常实用的矮柜啊 多斗柜啊这一些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 主卧的卫生间 然后我们故意设计了一个浴缸 可以感受到窗外的这种风景 就我们经常讲它就活了 它就愿意泡 有的时候我们设计了一些浴缸 它可能长时间也不愿意泡 主要原因是环境不够 所以我们像这样的环境呢设计一个浴缸 它跟整个吸油间的连贯在一起 是非常好的 蓝队自制的装饰画终于完工了 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 来 这块做好了 把它放在这儿 来 看一看 这个发展过 做出来感觉还不是很有那种特点 然后装表里面之后 感觉就特别特别的有意境那种感觉 有立体感 对 对 更有立体感 咱们这个自己做的 这个线做的标本一样的四叶草 然后跟这个黑白 底框啊和底啊相结合 是不是很协调 好像那个四叶草 从树上慢慢地飘下来那种感觉 很活灵活现 反正放到这个位置 好像就容易提了啊 这个就不行了 那么单调了 对 然后我们做这幅画 是独一无二的 对吧 是原创 对 然后我们在众多的三叶草中 找到了四叶草 我们希望用这幅画 给到他们一些祝福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接下来是我们旧物改造的命题时间 在深圳的街头 无论春夏秋冬啊 一年四季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的凉茶店 那些凉茶店呢 卖很多的凉茶 比如有这个清热去火的 清喉沥烟的 喝完之后很舒服 是一种很好的养生 一般来说呢 就会用那种一次性的小纸碗 或者一次性的纸碑 来盛这些凉茶 现在这个纸碑的消费量 越来越高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套两个 怕洒水 如果喝的是热的东西呢 又怕烫手 所以真的消费量很高 用了那么多的纸碑 然后就扔了 很可惜 所以呢 今天我们旧物改造的命题 咱们就改这个 一次性的纸碑子 我想了一下 把它烫过来一看 你看上面先一个 竹台的那个主座呀 然后把它做得有层次感一点 做一段高的一个 你这两个东西 想办法把它们就连在一起 但是我们就 用这个背底啊 通过一些的纸板 把它粘在一起 而且图上有点黏细 对 你给我摄成阳性 这个放纳筑的这个台 上面要装饰 一些像个 接着花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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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放到餐厅 那种挺漂亮的 这一次任务呢 是用废纸碑做改造 那么我看这废纸碑呢 的边缘的位置 跟咱们家乡的竹林竹节的话 很接近 所以我想的话 就是用它做一片竹林 只是做竹林的话 显得很单调 我想了一下 需要加一些元素 比如说像渔乎 像大雁回归 或者是用这上面的花 那么做一个春天的感觉 所以我想这幅画 取名为竹香春韵 我觉得应该是很漂亮 好了 我们红蓝两队 聚物改造的作品呢 已经做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蓝队的作品 是什么 是竹台 真正放竹 放蜡烛的地方呢 一个地儿 两个地儿 这两个地方呢 都是可乐的底儿 剪下来 粘在了纸杯子上 这样呢 就可以解决这个安全的问题 那我说这是什么形状啊 二位说 这是莲花的形状 水面上呢 有一片一片的 睡莲的叶子 这是蓝队的作品 红队的作品呢 是一张画 这个画的名字呢 叫做竹香春韵 黑色的卡纸 上面用一次性的杯子 剪出了竹子的样子 叶子的样子 鸟的样子 船的样子 还是挺精致的啊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场呢 有交换空间 50位很热心的观众朋友 请用手中的乒乓球告诉我 您是更喜欢竹香春韵呢 还是更喜欢蓝队的这个竹台呢 最终的结果是 21票比29票 29票的红队 你们有一套大约曲 21票的蓝队 你们也有一套红曲 也很绝 好来各位 我们奋战了将近48小时了 最终的这个结果 是否令你们满意 也马上就要到揭晓的时候了 马上进入我们的 收房 这个设计已经完成了 整个空间充满了幸运 幸福 温馨 更有时尚的色彩 希望业主能够在这个空间当中 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 环节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梆 马上就要进入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修房环节了 在这里我要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拿起手机摇一摇参与互动迎娶家庄好礼 感谢本栏目的新媒体互动合作伙伴 宇红防水的大力支持 我们首先要收的是红对奖 进 你俩这么静悄悄的 静得我都心里发慌 我现在心里很紧张 比较忐忑 希望看到这次 你们是比较喜欢田园的感觉 听说跟设计师讲的 喜欢黄色 不太喜欢灰色 红的绿的怎么样 红的绿的也挺喜欢的 红的绿的也挺喜欢的 比较喜欢色彩鲜艳一点的 但是不喜欢灰的 灰色就比较中规中矩一点 绿的刚好田园 绿的刚好田园 这样的 好吧 那么我们就看吧 反正现在是否满意 在摇摆之间 观众朋友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 这个 幸福的颜色 你们认为应该是什么颜色 绿的 红色的 好 那我们自己来看了 三 二 一 哇 我都不认识这个 真的 我现在激动的 说不出话来 真的很漂亮 我没想过房子 会改成这个样子的 它很多灰呀 还好 因为我原来的墙里 基本上都是白色 然后跟设计师之前 沟通的也不多 只是说我比较喜欢 有点颜色的 不太喜欢 就是太淡雅的东西 但是它做出来效果 非常的满意 真的给我很大的惊喜 那我感觉到 这边的话 也是很多很多的奇迹 然后又有花 又有绿色 田园 这个灯我觉得 也挺特别的 叶子 树叶 叶子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吧 这个叶子 你会发现 你们家到处都是 这个叶子 这个绿色的 它有四个半 这叫四叶草 大家对它的解释 就是幸运草的意思 但是设计师 对这四个夜半 会有新的解读 那么奶奶是健康 有一片送给奶奶 有一片是财富 这一片送给爸爸 有一片是幸福的内心感受 送给妈妈 还有一片代表的是 荣誉送给儿子 真的 给我很大的惊喜 对 以前我们的桌子是 一面靠墙 哦 明白了 现在其实四个人 也能坐得下 六个人也坐得下 搬出来一点就好了 我现在感觉空间感 还更强一点 是 然后这边呢 会有四个 一二三四 下面两个 上面两个 这是亚克力的 等于是一个照片墙 你可以拿下来 换照片 可以的 可以随意的换照片的 然后它做了一个 L型的这样的一个 整个的餐区的 一个区域花分 这样这块呢就 很立体的 对对对 也很利索 既立体又利索 这个脸呢 你乍看它是白的 实际上它是灰色的 它是灰色的 浅浅的 然后这个脸 是两个主色 就是绿加灰 绿加灰 好漂亮 丝绒的那个感觉 这个还不错是吧 挺好的 很喜欢 还是那个老化的 我老说 没有难看的颜色 只有难看的搭配 把这个颜色搭好了之后 每一种颜色 都会有出彩的可能性 都会有产生奇迹的可能性 这是 这里还有一颗 对 成长 成长 好幸福 是不是 对 给它写 现在多高了 现在是一米三五 一米三五在这里 回头你给它画上 对 你这写上 交换空间 来加十 这是一米三五 我要给小孩 贴的照片在这 对 慢慢地长 长 长到一米八 我觉得这米八很好了 是不是 对 就已经很帅了 大帅哥 对 好 我们来看客厅 客厅呢 仍然是沿袭的绿家灰 在图形上 仍然沿袭的是这个四叶草 完全一样的 很统一 这些是一些储物的柜子 真的很不错 原来其实没有柜子 没有柜子 对 没有柜子就放不下东西 就会显乱 是吧 对 然后你们家这一面电视墙呢 上面是一个空调 对啊 那个设计挺巧妙的 然后藏在里面看不到 色色色 你没发现呢 对对对 因为原来我们看的那个空调 就裸露在外面 对 而且我们的空调很大 对 空调挺大的 没错 你这面墙也不是特别长 所以感觉空调很突兀 这样 你平常不用的时候呢 就把它给合 的时候呢 就把它给拉开 这样也不影响它的感官 不影响散热 对 也不影响美观 所有的这些有四叶草的地儿 就都是小柜子 我们家的这个空间呢 比较小 小一点 希望多一点的储物空间 是是 孩子现在是在哪里写作业呀 一般是在餐桌上 在餐桌写作业 因为房间比较小一点 然后就给设计师说了 就是希望在空间 在利用客厅的空间 能够给小儿的一个巧妙的设计 不知道她这次有没有 有有有 我马上就要说到的 就是这个位置 你看啊 它是这样的 一摁 就跟这个柜子 是完全一样的概念 摁一下 抬起来 下面有条腿 给它支起来 哦 树桌 这边有个绿箱子 对吧 把这绿箱子呢 给它拉出来 这底下是有轮的 不是生拉的 它有一个轮 很方便 但如果坐在这上面的话 很容易累 太硬了 那么我们就把它翻一下 就变成了一个软座 不错 是吧 是 软座 好 应该会很喜欢 那谁来先替它试做一下 我来试做 你来试做一下 感觉怎么样 可以吗 还可以吧 刚好 它的高度刚好 对 再大一点的也没关系 对 这边呢是一个软木的 那它是可以就是 无数次的来进行这种 就是你扎也都没有关系 平常如果孩子 你们想给它留言呢 或者批改完作业的一些意见呀 等等 都可以就往这儿放 就拿这个小枝给它一插 一张纸 非常好时间 留言板 设计了非常的精巧 设计了非常的出复意料 还有以前你们家这个墙 凹进去了一块 对 凹进去了一块 凹进去了一块 凹进去一块的问题是什么 就你这面墙就不整了 对 就不好放沙发 不好摆家具了 显得比较乱 现在它给它找齐了 找齐了可有一问题 你们那可是对讲 在那面墙上 它给它藏在这了 藏了个小柜子 藏了个小柜子 如果楼下有人按门链 也没有问题 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可是如果说 就这么给它做个门 就在这会很突兀 所以它又做了一些层板 放一些绿色的植物 这样呢 大家的视线就被它们吸引走 不会注意这个 就这样子 掉虎离山了 反正就是 这样这面墙就整了 对 以前这个地方 我们在装修的时候 其实画了一点几分的装饰化 完全不知道怎么设计 怎么下手 所以这里一直是空在这里的 坐坐新沙发吧 我挺喜欢这个设计的 而且因为耐脏 然后也很文心 对对对 很耐脏 而且跟我们整体的颜色也比较搭配 你不觉得这个绿很显好吗 显得很很很 有点小高级 对对对对 很漂亮 我很喜欢 很漂亮 今年呢 比较流行绿色 包括就是时装方面 也有很多大品牌发布了一些绿色的新装 以前我们的装饰比较空板 现在的话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看到非常的有立体感 有立体感 对对对 然后我也注意到设计师也把这边给了我 就是一个空间感 这边我还能注意到 大镜子 大镜子 穿衣镜 当时的话就是也是给设计师说 想增加一些我们空间的一个颜色 显大就是说 显大点 其实设计师确实他的这个设计的思路呢 是非常精准的 你看他所有的图形就是死死的扣住丝叶草 包括你的杯子垫 包括你的杯子垫 这些细节呢 对包括你靠包上的这个图案 你看你靠包上的都是这个丝叶草 对所以说整个呢 就会给你的感觉是比较有整体感的 好喜欢 好喜欢 而且其他的颜色呢 都不抢这个绿色 对 就是它就是黑白 比如说地毯 比如说椅子 比如你们的餐桌那边的椅子 也都是黑白的 还有啊 有情赠送的 羊台大露台 这也好漂亮 其实原来这个客人 这个羊台挺大 我们没用 一直没有 给你们置办了一套 小的这个户外休闲的茶桌茶椅 我们羊台主要 现在以前呢就是晾衣服 晾衣服 对 然后也没有准备那个喝茶的地方 那这样子刚好用的这个羊台的这个大的空间 非常棒 其实羊台有的时候稍微的给它点缀一下 就会成为一个休闲空间 现在我们是都看完了 说一下整体感受吧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摄影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然后做出这么大的改动 而且跟我们所想的都已经完全做到了 而且还有一些很多的细节 让我们觉得记忆让这个家变得很温馨 而且功能性也实现了 非常感谢摄影师 女主人呢 我是觉得我跟摄影师通过几次电话 她也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美丽 很细心的女性 然后我今天看了很多的细节 她做得非常的到位 我很开心 然后整个的色系我也很喜欢 其实我原来也没有跟她透露 我喜欢绿色的 但是我是说我喜欢有点颜色的 那么她刚好抓住当前的时尚的流行的绿色 把我的房间打得这么漂亮 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还有一些惊喜 包括比如说这个书桌 它还可以利用那个收纳空间 还有那个四叶草的这个造型 我觉得也挺喜欢的 整体就看起来很温馨 就是跟我的想象 应该是超乎我的想象 满意就是了呗 非常的满意 满意就是了呗 90分以上吗 我觉得如果是我打分的话120分 真的很漂亮 行了 那我们去蓝队家吧 好 走 进个48小时的打造 我们的作品 分约人家已经完整了 这次我用两个颜色 把原来冰冷的家 变为一个很温馨 很磨叹的家 简约的家具 跟一些艺术性的灯具 我手工化 做出一个简约的气氛 也是我们一贯的手法 抽了进住 用最小的材料 最小的手法 打造一个完美的空间 这次我们用新打造出来的这个空间 希望夜主能启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0平米的餐厅加客厅 用48小时的时间 用2万块的家装基金 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欢乐人家 3 2 1 我最喜欢的灯 灯 你喜欢这个灯啊 对 灯太感了 跟水晶一样 还有这幅画挺好看 墙体的颜色而且很温暖 这种应该是土黄 土黄加装红 黄色给人感觉是一种温暖 我非常喜欢这土黄色 我觉得是大气 大气是吧 对 那个你是男性 那么你觉得这种红 你接受吗 它有点中国那种 很传统那种 有点深 不是大红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 我也比较传统 夏天门 夏天门 工程墙 对 能接受 能接受 因为你们家呢 采光很好 这边有采光 那边也有采光 好几处 如果说颜色 不让它稍微 灰度高一点的话 那进来之后 可能会有光污染的感觉 就是眼睛那儿睁不开 对 又黄的话 因为我们白天 我们看电视的时候 就感觉白 看不清楚了 对 以前你的大白墙 可能就会有点刺眼 有这个感觉吧 所以现在它选的颜色呢 无论是土黄 还是砖红 都是灰度比较高的 让它那个调子压下来 它就两种颜色 不冲突 不冲突 而且不是说很杂 对 不冲突 这个花很漂亮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那个立体的 那个绿色的 你们认为是什么东西 粘的那种叶子吧 不是 它很有立体感 是钉子吗 对了 是钉子 钉子吗 你来看看 这样吗 不是钉子 只不过这个钉子头刷了绿漆 你摸一下 货真价实的钉子 但是做起来很有流线感和腔 它其实是一幅水墨山水画 对 然后它根据这些线条来 把钉子里的固定上 然后又刷了一层绿色的漆 所以就是 这个创意还不错 两千多个钉子 这么多钉子 第一次用钉子 看到做这么有流线型 而且很柔的那种感觉 太逼近了 这幅画 就是高山流水那种感觉 是因为你会打永春拳 希望我用拳 那么打进去 那么是 那么是 那你的手还是受不了的 就是它有点中式的感觉 永春拳是中国武术 是这个意思吧 而且又很有力量感 有力量感 对对对 那个画刚才 谁看到了 说挺好的 我看到了 你说的 那你来看看 这个是什么缩的 背壳 背壳 一个背选答案 还有吗 皮吗 对 皮革 这个其实呢 是窗帘垫里面的 皮革的边角料 就把它剪成一样的形状之后呢 做了这样的一个处理 就是设计师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 很多的东西 其实好看 有创意 未必是很昂贵的 对 那你还想到了呢 你就可以做得出来 比如那边的钉子画 对 还有这边的皮革画 这边也很中国呀 像茶台一样的 是 坐一下吧 坐上去 下棋 跟茶 下个什么 五子棋 对 对呀 对 这边呢 是一个阅读围 这个阅读作业 这个是很好的 很贴心的一个设计 就是它有一个阅读灯 看个书什么的 下班回来 这么躺一下 小躺一会儿 也很舒服 对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以前呢 你们家这边 这个空间是空的 对不对 对 是 这是空的 然后饭桌呢 是放在这边的 对 所以整个呢 感觉上一进来 就是空空荡荡 对 有那种感觉 现在呢 它把这个圆桌呢 饭桌呢 放到了这边 这是一个用餐区 那这边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个背餐区 就是 比较稀式的 比较稀式的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倒台式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吧台式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写字台式 工作台式 是多功能型的 多功能 喝茶 或者工作 然后喝咖啡 包饺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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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还有朋友 两个喝杯酒 对 所以说啊 八台的功能啊 对对 工作台的功能啊 餐台的功能啊 都有 就看你怎么 怎么愿意用 你就怎么用 对对对 这也是一六的灯 也是方便各种 功能的实现的时候 有足够的照明 是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又给你加了一点家具 比如说电视柜啊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那边那个茶台 那边的一些家具 对 还有 餐桌餐椅啊 对对 还有扒凳啊等等 这些灯饰也很漂亮 啊灯 都属于比较现代简约的反正 对 不是很复杂的那种 对 看完了 硬件上 没有给你改变什么 比如 没给你加强 也没给你拆强 对 嗯 没有做出什么 呃 硬格段软格段 等等等等 这些都没有 就是通过颜色 还有家具 还有分区的一些功能的 这种位置 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你切的 装的就很简单嘛 就我感觉就像个清水房一样的一些 清水房一样 对对 我现在就感觉就是我希望他们装的 也就是说 希望这是有色彩感多一点 然后就让小孩子在这生活 感觉有空间啊 然后有趣味一些 平时我们工作也很晚 回来的很晚 所以说这样的 现在这种感觉的话 都会督促我们回来 多做做 多一家人在一起 早点回家 对对 现在你说常回家看看这个事 不仅仅是老人盼着 其实也包括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盼爸妈 对吧 对对 是的 好啦 那个整体给个评价吧 一百分 一百分 对 从内心 因为之前那种房子 就是我们的梅庄秋之前的房子 看起来就真的是太空旷 然后太单调 就是一种很孤单的感觉 现在这种色调啊 暖色调 包括这种红色 包括这种灯饰 还有这种吧台 就一个是实用 然后另一个就是感觉 很贴心吧 啊 这种感觉 男主人觉得呢 我想给的话就是给 一百亿十分吧 为什么这么说好 一百分给满分 是因为我当时希望 就是我们家别的比较 稍微有色彩感一点 然后让感觉更加 叫做什么 有加的感觉一点 这个都达到了 所以我觉得给一百分 那另外为什么多给十分 十分就觉得 我觉得给我提了一些 像这个吧台 是我觉得是超出 我的一个预期的 而且这个感觉 对我家呢 我们的生活会 增加更多的情趣 有意外之喜 这十分我给他 给意外之喜 多加十分 好了那我们就请出 红队的选手 还有两位设计师 两位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 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相信过去的这四十八小时 应该在各位的脑海中 都会留下小小的深刻的印象 是不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做这个节目 虽然很辛苦 可是也挺开心的 因为看到大家最终的 两位设计师的劳动 能够以一个作品的状态呈现出来 然后也能看到我们选手 脸上的那种非常接纳的笑容 好 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结束之前 我还是要特别的感谢 有家有爱 有欧派 欧派家居集团 为我们提供了 家装基金 另外呢 我们也还为大家 各提供了这个家电基金 好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说那句话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交换空间 交换的空间 情感的故事 两个涌起客家的房子 你家有我穿 我家有你穿 只要别和从前一样 一起来吧 来体验吧 用力的双手 去感受它 四十八小时 的时光 给你过去的家 画一个妆 她们没有时间装修房间 她们迎来了第二个宝宝 对于装修同样有心无力 红队设计师 胡锐 大胆造型 细腻搭配 随心随性中 营造家的氛围 蓝队设计师 周文君 突破格局 为您带来 蓝色多脑盒的 圆舞曲 下一期交换空间 老地方 老时间 精彩呈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